第2527集 大战爆发 叶凡是几人想灭掉的目标 不过他们都有私心 明白他只是另类成道 怕以他献计无用 暗中寻找目标 这样的战斗相互忌惮 彼此防备 故此打的是相当的痛苦 最后 果然有人暗袭盟友 发生了混战 来自仙灵的至尊 也成为了攻击的目标 此外 白虎刀人也不好过 差点跌血 混战爆发 天崩地裂 这片法则世界几乎崩塌 若非临近仙界 有那种无上的符文闪烁 战场与仙路都将消失 外界天乏阵阵 大宇宙战利 各种光束飞舞 到了此刻 各族都知道 是谁要成道了 所有人都见到了一只巨大的金乌 将一缕烙印 渐渐融于天地大道中 谁也阻止不了 他的道国已然生成 将永远明刻天地间 此劫过后 他必将成为无上的大帝 大劫再继续 无尽雷海中 一只金乌浑身弱黄金铸成 纵横宇宙中 上级九重天 下探九幽地 他在创造成道神话 火丧欣赏 金乌一族所有重要人物全都大笑 有人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这个结果让他们都震撼 感动到哭泣 这是一个神迹 他们以为老金乌早已死去了 何曾想到他竟然要成帝了 族人都以为老金乌在闭关 只有他们知道 老祖宗消失很多年了 早已没有了音讯 多半死了 可是尔金却强势归来 成帝了 我看那人族圣体 他还如何嚣张得起来 是啊 我祖老祖成为了大帝 当主人间臣服 谁也不可阻挡 他血气旺盛 不是那些年老的至尊能比的 金乌一族许多人激动的 同时咬牙切齿 对叶凡充满了大恨 对方昔日斩杀了 该族太多的强者 而他们却无力对抗 我金乌一族的辉煌 将就此照亮万古 谁也无法对抗 宇宙各地诛墙全都沉没了 因为金乌大帝 眼看就要出事了 整片宇宙格局 都将要发生剧烈的大变 我说呢 为何突然出现一尊大帝 无声无息达到这个境界 原来是他 第一是军临天下 血战到转地九重天 汤过去了石山血海 积累早够了 这一事自然属于他 自然也有人遗憾 其中当属隐天德 火旗子 神尊 神残道人等最为遗憾 他们也有袭击 而且时间不需要太久远 可惜一切都晚了 金乌族大帝崛起 断了他们的前路 终生悠悠 金乌大帝在雷劫中练兵 翠记自己的兵器 那是一口金色的大钟 与他的身体一个颜色 为道结黄金铸成 非常的适合他 好强 竟然在成帝时 筑自己的兵器 连如此无上鲜料都准备好了 人们惊叹 知道金乌族大帝气魄很大 或许可以说野心很大 在无尽的雷光中 一口大钟成形 金光璀璨 照亮了三十三层天 悠悠中波 动万古 宇宙各地皆明 大钟成形 与他一起渡劫 只要熬过去 最后他们将无敌天下 然而 老金乌也有一种焦虑 他成帝了 即将大圆满 可是却也感应到了 先路的变化 知道若是仙官 混沌洞 轮回门等彻底闭合 对于外界世人来说 将再也没有机会了 成帝不是我的终点 我亦要成仙 要做万古来第一 金乌族大帝发狠 一声高亢的长鸣 全宇宙都在震动 他展翅几天 携黄金大钟 带着无尽的天节 冲向那将要闭合的仙官 天门前 叶凡 万龙皇 白虎盗人等浴血搏杀 早已杀到了白热化 每一个人都中伤 浑身是血 甚至连仙台都裂开了 叶凡自然是被 重点关注的对象 所有人都想提前除掉他 不过有成仙顶防御 他一直不曾陨落 事实上 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 叶凡人手中由古代至尊体内 炼出来的血丹 堪比神药 若非事实服下 也许他真的早已死去了 在这场激烈的搏杀中 他几次重伤垂死 但将血丹吞掉后 历史复原 龙京胡蒙 让他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不然 他应该已经是一个死人 再强大的人也挡不住 几位至尊的连反轰杀 他几次活过来 倒也因此而改变了战局 因为活活将另外一人 拖得闲死 来自仙灵的屋上黄道高手 浑身是血 生命之火将熄 因为几位至尊间 也在相互算计 不断暗中杀法 不是真正的结盟 故此 自己人也是在被杀戮范围内 此外 白虎道人也遭了重创 而那天门需要献祭真正的成道者 这两人自然渐渐取代叶凡 而成为目标 骨肉成泥 鲜血喷溅的声响传来 来自仙灵的至尊 被众人合力击杀了 血淋淋的 此中也有叶凡的一份功劳 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盟友对他出手 仇敌也对他出手 在这里一旦衰弱下来 就意味着会被击杀 成为所有人的目标 优胜劣汰 弱肉强食 在这一刻体现出来 真是一种说不出的讽刺 哄的一声 大片的骨肉还有血鱼一起飞起 打在了那道仙门上 让他光芒大圣 隐约裂开了一道缝隙 众人见状 趁着这个机会迅猛出手 联合轰向那道天门 希望打开而飞进去 这时程仙鼎也在自行猛撞 不用谁记 他要摧毁这扇天门 正一个不朽的世界 看一看那一界到底有什么 可惜 那道缝隙很亮 不断溢出阴晕鲜光 但就是打不开 有人想化成一道光进去 然而却遭遇了重疮 变化身体无用 通不过那道门户 有无形法则阵风 万道龙皇说道 还不够 要再献祭一位成道者 众人的目光 一下子盯住了叶帆 还有白虎道人 他们两个是最好的目标 若是这两人死去了 那么剩余三个名额 正好可以成仙 白虎道人采笑 他知道自己比叶帆还危险 因为他年老体衰 站到现在快退出最强领域了 难以长久支撑 树神残忍 树神残忍 打定竹也不出了 依旧选择沉默 万龙皇露出苍凉铠探 望向北斗方向 这让叶帆心中聚颤 还有古皇未出 没有显化 禁区不绝 这让人毛骨悚然 那些人在等什么 依旧不认可这一事吗 轰隆隆的 天洁正耳欲聋 后方传来大爆炸声 一道金光滑破永恒 让每一位至尊都心头巨跳 好胆 竟敢来到这里 才看看成帝而已 甚至还没有圆满呢 也敢闯仙路 坏窝等大事 你找死 几位至尊反应各不相同 言语很冲 可是紧接着 他们又都脸色骤变